男人拿起一把弯弯的小刀 嘴里念着身高体重 随即萌萌往前刺去 一个人被他刺穿腹部 男人凶狠地看着他 一刀插进脖子里面 喷咽出大量鲜血 上一集中东恩向儒正展示满身的伤疤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儒正看着心爱的女人 有着如此悲惨的过往 毅然加入到复仇队列中 给东恩披上外套 他同样坠落过低谷 更能懂得内心愤恨的重压 道音还是打不通孙明物的电话 桌子上是严真和三兄的合照 这时他推门进来 道音回想起两人一样的抽烟动作 他问起孙明物的事情 严真以为他受到了什么威胁 意识到不对劲的严真来到车里 目的地上显示着高尔夫俱乐部的地理 他惊讶道音去见了再聚 东恩坦白学围棋 就是为了接近和道音 报完仇后 他要严真身边空无一人 任何东西一点不留 汝正的诊所已经开业 一些信件寄到院长这里 他翻开一封愣在原地 甜蜜的一家三口 像杯子一般破碎了 收件人是周汝正 寄件人是来自清松监狱的江永天 他是医院的患者 一名连环杀人犯 他杀害了汝正的父亲 信件里描述着 他血腥杀害前院长的经过 院长看不下去 情绪崩溃 汝正打开抽屉里面全是各类刀具 他拿起一把弯弯的小刀 嘴里念着身高体重 随即萌萌往前刺去 一个男人被他刺穿腹部 汝正凶狠地看着他 一刀插进男人脖子里面 拔出小刀喷涌出鲜血 他看向小刀还是白的 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 但他却真的想那么看 东恩在教堂挠着扫痒的手臂 李沙拉抬着沉重的包走过来 扔到他旁边后坐下来 抢劫还选个这么神圣的地方 东恩打开装满美元的大包 拿起大包想走人 李沙拉扯住东恩 他对东恩做的事情 进行了忏悔得到救赎 看着十字架东恩冷笑了一声 即使沙拉再怎么无能狂怒 我拦不住离开的东恩 周围的教徒都有些猛力 随后东恩带着善雅来做水平测试 他会送善雅去美国留学 用刚刚获得的一大袋美金 道英夸赞着刚踢完足球的女儿 他不满那个穿粉色袜子的同学乱踢球 义律看过去 以为道英说的是二号球衣的人 道英愣了一下没有在意 义律说起 下周有只能爸爸参加的参观课 道英即使再忙也会参加的 从女儿口中得知 颜真和东恩是高中朋友 在俊推开车门朝远处的义律大喊 两人走到斑马线旁 明明已经是绿灯 义律却还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在俊笑容渐渐消失 他看向闪烁的绿灯 义律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想起他遗传了自己的色弱 猛地冲过马路紧紧抱住他 惠婷来到孙明悟家里 地上还有两个在收拾的行李箱 突然一旁的拉链缓缓拉开 惠婷直接被吓了一跳 躲在里面的正式沙拉 他从里面找到了饥渴已久的货物 沙拉从柜子里 拿出前往海参碗的机票 那天 孙明悟和惠婷提过 要去俄罗斯的事情 物照也在沙拉手中 说明他并没有去 严真来和两人会面 孙明悟失踪 很有可能死了 惠婷讲起那天的事情 嘲笑完会提严真离开时 笑容瞬间消失 他的表情逐渐恐怖起来 东恩打开柜子 把信封放了进去 大婶在柱子后面监视 汝正来到河心里咨询室告别 他从来没有被治好过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更何况 残忍杀害他父亲后 那人还在猙獰地笑着 载俊找到律师朋友 想要义律的抚养权 即使是生父 也并不是法律上的父亲 只有父母离婚后的抚养权 载俊才有机会抚养义律 东恩和大婶 再次来到老地方 大婶在巫师那里 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拿出相机 当时拍摄跟踪着那俩人 最终来到一家旅馆 就在这时 深英俊出现了 大婶觉得自己 很适合干这行 这辈子 投胎要当个间谍 东恩推断孙明悟的事 多半是颜真的人干的 孙明悟买好了机票 独自行动去见颜真后消失 大婶问起东恩和孙明悟 要的是什么东西 当时颜真在他耳边说 普颜真 孙明悟文言 兴奋地握紧拳头 东恩拿出 能证明颜真是凶手的证据 引速洗坠楼石手里 拿着的名牌 上面证实朴颜真的名字 孙明悟可以和颜真要十亿韩元 等约定时间后 他才会把名牌交给孙明悟 他只要朴颜真的认罪口供 孙明悟会录制整个过程 颜真给钱 就等于他认罪了 东恩不会通过法律途径 他要让颜真社会性死亡 从此在娇热的煎熬中度过余生 这天慧婷来见未来婆婆 突然婆婆跑到东恩面前 他喊着远处慧婷的名字 显然婆婆对东恩非常满意 可惜儿子追不到东恩 这时得知 东恩出现没这么简单 慧婷马上追了过去 颜真气汹汹地摔门而入 在俊冷着脸 问颜真有没有事情瞒着他 颜真却很生气 他私自跑去见他老公 他紧紧掐住颜真的脖子 竟敢让他的女儿 变成何道英的女儿 颜真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松开颜真后 他却担心自己明天不上镜 在俊之间猛地亲了上去 被重新点燃救火的颜真 也主动亲了上去 道英开车来到学校里面 笑着朝父亲挥手 这时道英笑容凝固下来 在俊正在门边看着义律 他走到道英旁边 表示来见老同学 道英看向门那边瞪大双眼 东恩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不敢置信之邀巧合 两个男人在底下争风相对 面对一直挑衅自己的载聚 道英心里的火气逐渐上升 这可不仅仅是惩妇女中夺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